大家好,现在开始第十八讲 从这一讲及其这一讲以后呢 我会讲到各种各样的反正元期限 我不能说我对你们的元期限百分之百全讲到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你们的主要的元期限我还是能讲到的 因为它库里面的元期限种类比较多 因此呢,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枯燥 但是要学习好一个反正软件 对它的库呢,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我不能说我对库里面的每个元期限都讲到 但是呢,我相信只要大家跟着我学习 我相信大家对它这个库的元期限 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的 下面我就从最基本的元期限开始 这个元期限呢,在这个地方有 它是一些基本的反正元件 包括这个模拟的反正元件 数字的反正元件 PLD模型 还有这个混合 混合模式 混合模型 就是AD DA 还有下面是一个实时 时间模型 那么我们就先从这个模拟的反正模型来开始 这些模拟的反正元件呢 包括定容 我们常见的定容 定辱、定杠 还有这个一些定源 一些受控的受控定压源、定流源 等等 还有这个残下运管 晶梯管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 那么我们就按照它的讯息 先看这个定容 这个定容模型 它是一个纯粹的元件 Need Resistance Induct 还有Nickage 它们都没有被考虑到 定容模型支持下面的参数 PayCharge PayIC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讲定容之前 我要对一个反正参数进行讲一讲 就是那个反正参数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GMIN 它是最小的这个 定导迅数 最小的定导迅数 首先 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 在很多反正分学的时候 它都需要计算这个直流工作点 但是直流工作点 就是计算直流工作点的话 那么它必须就要有直流通路 对吧 没有直流通路 就是任何一点 任何个节点 到地之间都要有这个直流通路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 放了一个定容的话 显然 这个直流通路就断了 直流通路断了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的直流工作点 就计算不了 计算不了直流工作点的话 那么会产生 这个反正 错误的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反正就失败了 那么应该怎么解决呢 就是通过指定刚才这个参数 这个是的 负十二次方 它实际上 它对这个定 融之间 并上了一个定组 然后这个定组的定导迅数呢 就是刚才那个值 它这里说 它是一个纯确的元件 其实呢 它并不纯确 因为为了解决这个直流通路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理想的定容的话 这个地方的直流工作点 是算不了的 算不了的话 这个反正 就进行不下去 其实呢 你可以将它当成是一个 纯确的元件 因为呢 它并上了这个定组的组织 实的 十二次方 真十二次方 这么大 因此呢 对一般的定绒 定绒当中 它不会有什么 它不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么只要印证我刚才的说法呢 这样子 就是说我在五重库里面 选择了一个定绒 就是刚才的这个 我说的这个定绒 选择这个 模型元件 然后选这个定绒 就是这个定绒 这样子 我们呢 我们换一张定绒图 就这个定绒图吧 当我定组 很小的时候 你看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 直流定压元 直流元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定绒 可以想象 这个地方的定压值 是一辅 按照我们平时 所想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定压 当它稳定之后 显然应该是一辅 对吧 但事实上 是不是一辅呢 如果这个定绒 在封装 它的时候 就是在给它 这个定绒 进模的时候 给它冰上了一个 很大的定组 怎么办呢 那么这个地方的定压值 就不会是一辅了 刚才我说过 这个值是 定导序述是10的 负12次方 说明定组值就是 正的12次方 正12次方 你看当我将这个定绒组织 取消息的时候 此时呢 这个定组组织 我取的是 正的12次方 这个是它反正的波形 最后稳带定压呢 是0.5V 说明它这个地方 并的定组 的确是 真的12次方 看到没 这个地方 也许你们会觉得 很奇怪 假如说呢 我将这个定组 主持并小线 随便就并成一个 10欧姆的话 那么它反正之后的波形 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看 稳带定压是1幅 由于呢 这个组织并小了 这个实际常数非常小 所以呢 它冲定的过程 你看不到 当我将它改成10的 正式二次方的时候 情况就不一样了 1567910 1110 你看 稳带定压是0.5V 我再来说一下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 任何一个反正 它第一步都是需要计算这个 指标工作点 既然计算指标工作点的话 那么定组上面的每一个节点 它都必须要和地之间有一个指标通路 没有指标通路的话 那么它这个地方的指标定压怎么求呢 当时定绒往这里一放 指标通路就断了 因此呢 它必须给它并上一个定组组很 定组值很大的这个定组 这样子才能解决这个指标通路问题 当然是从我们用户来考虑 从我们用户来看的话 因为这个定组是不可能会是的 正式二次方 因此呢 我们并不用担心 我们其实我们用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当成是一个理想的这个定组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常数 配charge和ic 它是指定这个初始的定组定压值 如果这个定压值没有被指定呢 如果这个属性没有被指定 那么这个定组初始的定压值呢 就会从 这个工作点 指标工作点来 取得 它说的什么意思 比如说 你这个地方的 你这个地方的定组的 配charge属性 我并没有指定对吧 这个地方并没有配charge这个属性 那么它这个地方的 指标工作点 它的这个初始点压值 就会从这个配charge 就会从这个 嗯 嗯 从这个工作点来取得 工作点 怎么取呢 就是将电容开路 求这个地方的定压值 将能开路的话 这个地方的定压值 就是一辅 那么 如果你没有指定这个仓数的话 那么它这个配charge 就是等于一辅 那是 这种等于一辅呢 它这个地方怎么是一条曲线呢 因为你 我们根据我们以前说的 如果这个地方你不选的话 那么它就使用这个 它的这个初始点压值 就是就是这个工作点的 点压值 看到没 不知道我这样说 大家明白没有 这里呢 可能游戏不是很好理解 就是关于这个工作点的问题 我们知道 任何反正都需要 就算这个工作点 对吧 就算工作点的话 如果电容的初始点压值 你没有指定 那么这个电容的初始点压值 怎么确定呢 比如说这个反正 当你这个地方没选的时候 它的这个初始点压值 就是从零开始 当你这个地方选了的话 那么它的初始点压值 就是这个地方的 毛顶的工作 直流工作点 直流工作点 这样说大家明白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就是指定这个配恰值 属性 我我拎这个配恰值等于啊 然后 再来计算 当然这个地方你不要选 如果选的话 它还是会出现这样子的 哦你选了的话也可以 因为呢 离迟是已经指定了 它这个初始点压值 那么 不管你这个地方选 还是不选 它都会出现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曲线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指定 这个电容的初始点压值 因为这个IC呢 IC其实是一样的 它也是初始点压电压 它是简简单DC 直流工作点 直流工作点这个方案没有 就算出来的时候 才会使用到 既然很累事的话 那咱们就不说了 其实关于这个初始点压值 还有句点值的说 当然我们可以指定 这个电容的初始点压 初始两段点压值 我们还可以指定呢 毛一节点的这个初始点压 怎么确定呢 就是通过这个IC 这样子我们在这里 发一个level 然后在导讯上面 在毛一节点上面呢 就 然后呢在这里写上IC等于 它就指定这个毛一节点的初始点压值 就是在节点上面指定定压值 你指定这个原器件的两端定压值 跟残键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指定这个地方的节点压值 从两幅开始 我们还能关注一个问题 就是 但是如果 如果毛个元气性的 它两个 你进去连IC 也又进去连这个PayChange 那会怎么办呢 你看 我反正的时候 它这个定压值 是从四幅开始 这个你会开始得选一下 它会从四幅开始 从四幅开始的话就表示 此时的IC的一组优先级比PayChange 要高一些 定主 像定流圆一样 也是一个基本的元气件 温度呢也被考虑进去了 通过两个参数 它定义了这个 第一级和第二级的这个 系数 形成了一个定主的实际组织 就是由它确定 由我们残进的这个定主的组织 加上和温度相关一些的 两个参数 A和B 一个是和温度的一次方程 正比 一个是温度的二次方程正比 然后这个DT呢 它是等于T-25的 它上面有几个参数 TZ1呢 TZ2呢 就是这边的A和B 还有这个温度 定主模型非常简单就不说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定感 定感圆境也是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定感 但是定感和别的东西不同的是 定感和定感之间可能会有互感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定感 选择选择这个模型元件 它的参数 有定感值的 还有一个IC 它是指定这个初始的定流值 定感上面初始的定流值 这个属性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呢 它说当这个 initial DC-sluci 没有就算的时候 就是当你比如说当你用这个反正分析的时候 这个地方没选定的时候 没选定 那么它就会使用这个定感的IC值 如果是选定了的话 那么它这个 那么它是不会使用这个IC值的 对于两个定感之间去偶合的这个情况 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你希望这个L1和L2之间 相互偶合起来 那么怎么实现 就是根据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这样取 这个名字呢 取生L1 冒号A 这个名字就可以取生 L2 冒号A 我们来看一个 两个定感之间去偶合的这个例子 你看 它就是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名字来取的 这个定感 然后既然偶合的话 肯定会有一个偶合系数 偶合系数呢 就是这个地方 指定一个 它和B之间的这个偶合系数 然后这个地方 只需要指定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例子 这个上面有三个定感 并且它定义了一个系数 三个定感呢 就是这是A定感 它和B和C之间的这个偶合系数 这里呢 是C定感 这个是BC定感之间的偶合系数 这里说明 不管是两个定感之间可以偶合 多个定感之间也能进行偶合 既然说到这里 我们就来看另外的一个 和定感也是通过偶合实现 功能的这个元器件 就是这个BR器 我们找到这个例子 这个BR器它并不是理想BR器 它有几个参数 有初级定感 次级定感 它有这个定感和定感之间的偶合系数 那么我们在库里面怎么找到这个 川子粉呢 可以 当然可以直接说它的名字 哦 那就这样写吧 是Induct 然后在下面呢 就选这个 Transform Transform T-R-A-N-S-F-O-R-M-U-R 这里就有几个 有几种类型的这个 这个压器 首先说明的是 它并不是理想BR器 我们看看这个BR器 上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BR器的并比怎么算的呀 我们知道BR器嘛 肯定需要并比嘛 虽然它不是一个理想BR器 因为理想BR器只有一个参数 就是并比 但是它也可以确定 这个地方的这两端电压值 和这两端电压值的这个比值 怎么确定呢 它这里给了一个公式 它说说这个并比 等于这个K乘上一个根号下 LP乘上LS LP是初级电缸 LS呢 是次级电缸 但是我感觉 它这个地方的公式写错了 按照它这样算的话 这个M呢 它说这个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定缸 对于这个例子 对于这个例子而言 我们先看一下它们的参数 哦 这个地方是我刚才改过去的 这样子我们将这个例子 重新打开 一个是10一个是0.1 我会吸收是1 你看 嗯 要实现这个并比是10 是一个是10 10比1的这个并比的话 那么这个M呢就要确定为0比1 就要确定为0.1 是吧 就是如果你想实现一个 这个地方的定压 和这个地方的定压 比就是10比1的话 那么你这个M就要确定是0.1 它说说假如说是一个 perfect 就是一个无损的这个 嗯 压线 那么这个K就是1 然后当给定这个触记线圈 就是假定这个触记线圈 是10横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公式来算的话 这个地方是0.1 这里是1 然后更好一下一个10乘上一个 多少它才会是0.1呢 它说先确定这个FS是0.1 我们算一下 这个是10 这个是0.1 这样乘的话 那就是1 然后更好一下 最后这个M还是1 显然错了是吧 根据我的观察呢 它这个硬比是这么算的 它说这个M 等于这个K 然后乘上一个 应该是这么算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 我们自己试几个参数 我们放上一个 就用它的 就用它的这个例子吧 我们将两个定数去掉 算了我还是自己画一个 就是这个关键物 然后一边 它就用我的 这种情况 就是这么说 我找到这个 一边 然后一边 算了吗 又在这个 再放这个模拟的反正图片 如果我想实行一个并比为100比1的话 就是初级定压是四级定压的100倍的话 根据这个公式来算的话 100倍这个地方是0.01是吧 这个K能当我取义 0.01这个是1 如果初级定压呢我就取一亨 那么次级定压其实应该是多少呢 嗯这里是1 这个地方也是1 然后这个地方是0.01 说明这个LP必须是 必须是这么多 0.0001 那么我们看一下 看那并不是不是这么多了 我并比100倍的话 在图书上面可能 看得不是很清楚 由于一个值太大 一个值太少了 这样子 我们分成两个座标 它们重叠了 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P1呢 这个TRP1 就这个 它是 你看 9.4 就是9.94毫辅 实际上是10毫辅 10毫辅 它呢 它是1辅 因此这个并比就是100毫辅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元器件 就是定压控制定压元 就是VC VCVS 我们就能找到 其实呢它也非常简单 它就是 线性定压控制的定压元 这个就是任意定压控制的定压元 待会我会说它们的区别 我们看一看关于它的介绍 这个定压控制的定压元呢 它是 SPICE的一个基本元器件 它的输出 是等于它输入的定压值 乘上某一个数 这个定压元有 如下属性 争议 还有 初始条件 还有IC 增益呢 可以 in the device when you fail 嗯 增益它默认增益是1.0 其实它非常简单 这个模型非常简单 你前面给它 接上一个定压 后面 输出定压就是等于 它这两段定压 乘上某一个叙数 嗯 比如说我们就 给它接上一个 一般信号呢 就这样去 一般信号是这样去的 当然你可以用 这样子吧 我们这个地方就 接上一个那个东西 嗯 我们在这个库里面找 直流定压元 你就接一个直流定压元 然后我们用一个直流定压表来测 测它的输出 当我系数变成 5倍的时候 变8倍的时候 你看这边的定压就是8 它非常简单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是电压控制的电压控制的电压元 它也是一个基本源器件 我们随便 我们看一下就可以了 电压控制的 电流元 它也就是通过两段的电压控制这个电流大小 然后它也有一个正义参数 这个是电流控制的电压元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电压控制的电压元 它这里多了一个probe属性 probe属性是什么呢 它说这个电压元的这个 名字或者是这个电压探证的名字 这一个是电压控制的电压元 我们看一下吧 CCCS 它这个输出电压就是等于输入电压 成像一个系数 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probe参数呢 它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它输出了电流值 你看它这里说得非常清楚 可以是它输入电流值乘上一个 乘上一个系数 或者是 这个系数乘上一个 通过这个probe属性指定的一个 电流探声 或者是电压元 就是它输出了电流值 当通过这个probe属性指定之后 它可以指定 通过电流探针指定的一个电流大小 就是它输出电流值等于 流过这个电流探针上面的电流值 乘上一个系数 然后这个电流探针的名字呢 就通过它这个里面的属性probe进行指定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个 这个地方的几个圆器键呢 它是任意控制的电流源 当然并不一定是电流源 电压元或者电流源模型 它说的是什么 它说的是 它的输出电压 比如说 这个圆形的输出电压 和它的输入电压 不一定成一个线性关系 可以是这个地方的任意一种函数关系 比如说刚才我们找这个VCVS的时候 它上面出现这个 任意的电压控制的电压元 它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是 它电压控制 是由这么一些函数来确定的 至于这么些函数 它们是什么功能 它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 我呢就不说了 其实呢 有很多我们很很熟悉 有些呢 我们并不熟悉 比如这个这个 这一个 这两个不熟悉 这两个也不熟悉 而这个也不熟悉 它这个地方有解释 它的这个复制表道士里面呢 还支持这么一些运算符 搭整成熟和成方 并且 这个比如说我们选定一个 定压 控制的定压 但是在这个表道士里面呢 你可能需要这一点的定压 你需要这一点这一点定压 那它是怎么确定的呢 它就是通过这个VA和VBVC来指定 或者通过这样的形式 VAB 它指定AB两段的定压 嗯 我们随便写一个简单的嘛 你看 它这里已经写好了 它是等于1.0乘上一个VAB VAB就表示 这两段的定压的大小 如果呢 你如果你这样写了 那么这个VA就表示 这一段的定压大小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 下面说的什么呢 下面说的是如何创建这个 正旋或余行信号语言 或者创建这个FMG 等等一些其他的信号语言 因为这个正旋信号 余行信号 它们都需要以这个时间 作为基准 对吧 那么这个时间 怎么创建呢 它就可以 通过一个 定流源和一个电容变连 然后指定初始条件为例 那么这个地方定压值 就表示时间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创建这个 正旋信号语言 怎么创建呢 只需要用到这个 用到一个随便的一个 比如说定压控制定压语言 然后输入端呢 就作为这个拆 这里咱们不应管它 只需要知道 有这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它就是教你怎么样 创建信号语言 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 二级管模型 可以看到一个 二级管的参数非常的多 我们简样说一下 自明开始呢 由这个ISN 还有这个RS确定 充电储存效应呢 由这个TT 决定 决定 它有一个非信性 号证程 特训呢 由这个CJL VJ和M决定 嗯 饱和电流温度了 它有什么 有油机 EG 等等确定 反向机窗 它电流是由指数 形式增加的 由这个BV和IBV确定 具体呢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具体呢 你可以自己看 下面我们说一下 双极型三极管 包括NPN和PN 它有三个影响 或者四个影响 这一段话是说明 这个三极管 它这个模型的来历 以及以后是怎么发展的 并且当中的一些属性定义 可以看到三极管的属性 比二极管还要多一些 这里呢就是对这么一些属性的解释 我们大可不必管这些东西 它们是Spice的一些参数 我们这个JFET也是的 参数呢也是很多 咱们不用管它 因为如果你想像这么些参数全搞 全能懂文化 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里是MOSFET 产下影响晶体管 产下影响晶体管呢 它参数也是有很多 于是我们放这个 产下影响晶体管吧 首先它分为N勾到还是P勾到的 这个地方是指定这个勾到的长度 宽度 在初始是否开还是光 这个地方是指定Spice模型的 我们以前就说过 它虽然是个原型器械 但是呢 描述它的还是Spice文件 因此它可以单独再指定这个Spice文件 如果你不指定的话 那么它就使用这个默认的Spice模型 有点值得说明 就是它这个MOSFET呢 它有很多版本 各种Spice呢 都有不同的版本 甚至一种 某种Spice当中呢 这个MOSFET都有 各种不同的这个类的模型 怎么确定这个模型呢 就是根据这个Nive属性 Nive等于5的话 那么它就用这个 这个模型来反证 Nive等于其他的数的话 会调整相应的这个模型来反证 这里是介绍 这个MOSFET的这个 反证的这个Nive属性 那么它就用这个MOSFET的这个MOSFET 就是这个MOSFET的这个MOSFET 这个MOSFET 这个MOSFET